末日降临,全球沦陷 随着丧失不断的变异 为了躲避,人类开始向太空迁移 可是,我的火箭失控 撞向了未知星球 这一又会有什么等着我们呢? 这是最后的生存机会 我,能否成功地活下去呢? 欢迎各位收看小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末日祭生100天生存第十七了 在咱们上一期啊 也是探索了一个神秘工厂 获得了一些物资 这些物资中包含着一些铁块 可以将我们身上的装备进行修复 正好我们身上也没有铁了 这里就修复一下 同时有了这么多铁 就代表着我们可以做很多铁稿 快速地去挖掘一些钻石 然后制作一把全新的钻石大剑 然后去附魔一个高级锋利这个属性 因为我们这把剑已经有了锋利3 所以没有办法学习高级锋利了 到时候我们伤害会更强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制作一套钻石的装备 光靠铁制的装备 已经是不能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保护了 在接下来几期中 也可以制作一下RPG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火箭弹 对于这些群体范围的寄生虫来说 会非常有用的 一打就是一片 我脑海里已经有这个画面了 话不多说 你身上也带一些木头 然后多制作一点点铁稿 咱们就下矿去吧 小小的先制作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我前几期有一个双怪龙 那个双怪龙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经验的 但是我一不小心把它给挖了 在今天下矿的过程中 看能不能再找到一个双怪龙 如果开着光影会特别难受 我们这里就选择把光影给关掉 过程中肯定也会很无聊 令某人这里就给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是挖着矿挖着矿也不知道挖到了什么东西 一由风的僵射身从小白骷髅全部从这个洞里穿出来了 就有点离谱 还好问题不是特别大 主要都是一些僵尸和小白 还是比较好对付的 我们这一把剑伤还是蛮高的 我看到没有 难道这边是个刷怪龙还是什么 现在这里已经放上石头了 这样的话 这里好像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刷怪龙啊 真不错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率怎么样 这对于我们现阶段来说真的非常好啊 最主要的是这里好像还刷新小白 那我们就获得了用不完的剑 哦 原来这里除了刷怪龙之外啊 它还是一个地牢 应该这里有很多刷怪龙 所以导致这里刷新出这么多僵尸 不知不觉等级也来到32级了 但是我相信接下来升级 我们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升级会比这个还要快的 花了很长时间 我们腐肉和骨头已经有了这么多了 现在我们的进展也完全不缺了 最主要的是我们经验已经来到 等一下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再说 最主要的是我们经验已经来到66级了 可以附魔很多很多属性了 接下来就先不在这里挖了 在这里设个坐标点 以后我们缺经验的时候就来这里 输入刷经验 我们把剑带走就行了 至于这些骨头和腐肉我们就不需要了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继续挖钻石 毕竟刚才又用了一颗钻石来修复这个钻石大剑 虽然说这个钻石大剑我们接下来不会用它了 但是刚才刷怪的时候确实是需要用到它的 就花费了一颗 这样还剩19颗 距离用目标的话还剩8颗钻石 来我们加油 趁这个时候我们又烧了一组多的铁 现在铁又足够充分了 我们继续做一点铁钩 好 现在我们一共有31颗钻石了 合成一个手柄 全新的钻石大剑就做出来了 这个钻石大剑 把它做出来 第一时间就要给它拿去附魔 这时候千万不要附魔锋利 否则这高级锋利我们就没有办法附魔了 直接附魔一下 高级锋利5 看一下这下伤害怎么样 这是我们之前普通的钻石大剑 11的伤害 这把剑上来就18的伤害 这还是没有附魔别的属性的情况下 来继续附魔 当然也相对的 如果我们附魔了高级锋利 普通的锋利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附魔它了 之前非常有用的 欲战欲勇 对同一目标进行连续攻击时 伤害会逐步提高 这个非常重要 一定要选择3 给它加上去 耐久拉满 横扫之刃拉满 前者其右 提升经验获取量 但同时消耗保持度 没关系 我们就是靠这一把剑来获得经验的 所以这个伤魔属性对我们来说也很有帮助的 来选择 进化那些可以被进化的生物 来拉满 微快不破 为武器增加格外的攻击速度 它甚至可以忽视敌人承受伤害间隔的无敌时间 牛皮 那我们拉满 魔法祝福拉满 可以让我们武器获得格外的魔法伤害 格挡非常有用 它可以格挡敌人的攻击 我们之前打寄生柱的时候 它就帮我们格挡了很多次 致命伤害 非常有用 基于你的攻击伤害恢复自身 这个可以吸血 更重要了 拉满 不知不觉我们的经验就是1000多了 但是附魔高等级 我们经验不够 我们就来个1吧 刚刚我看了一下 这个附魔属性非常nice 狂乱摧毁对象的理智 使得它攻击其身旁的其他实体 这个飞枪有用啊 我们给它附魔一下 这样就可以让它们互相打起来了 行 那我们这把剑的附魔就暂时这样吧 更多的经验我们也没有了 还要给剩下来的装备进行附魔的 对于我们这把剑啊 可以说是毕业了 现在把这些套装全部给它脱下来 做一套钻石装备 好 钻石一套全部做完了 其实对于护甲的附魔 有一个我挺喜欢的 就是鲜活 它是可以提升生命值上限的 想想血量就是一切 我们先随便附魔一个鲜活 看一下串在身上能给我们加多少血 哦 能格外多加一滴血 但是它附魔所需要的经验非常多 我们只能附魔它一下 经验又不够多了 丽某人在这里跟大家商量个事 我们能不能加一个经验矿石 这样就能更快的获得经验了 否则这一刷就是几个小时 非常的麻烦 大家同意的可以在弹幕中抠个 可以 觉得不行呢可以打一个 不行 丽某人会根据大家的弹幕数量 来决定加还是不加 现在经验是不够了 我们就只能这样了 这一期视频呢 都给大家带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 还是老样子 点赞过六千 小丽就光速更新 下一期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